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 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这是早些时候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的后勤基地 它在顿涅茨科市正东方向 离双方控制线大概60多公里 这应该是一个弹药库吧 这个爆炸好像还是比较厉害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待会我会在大的地图里把这个位置再给大家显示一下 它在顿涅茨科市的正东方向 这张图是俄罗斯俘获的一架乌克兰的侦察式无人机 它使用了这个反无人机的这个枪 俄罗斯最近在前线上布置了很多这种反无人机的枪 而且有一定效果 它在前段时间已经播出了这个俄罗斯大江这个无人机的视频 这张图是卢森堡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 卢森堡本身是把他自己国家16%的国防预算 用来给了乌克兰 是7500万欧元 我们现在把战线上的情况给大家捋一下 在卢干斯克北部地区 我们说呢 看这张图标出了袭击的位置 这个俄罗斯主要还是炮击了皮加涅附近三个定居点 还有这个库泽米福卡和这个克罗米奇哈这附近的这个定居点 大家争夺的还是原来这个位置 在斯瓦托以北方向双方的控制线变化不大 现在呢据说在斯瓦托以南方向呢 乌军是有一定进展 乌军主要的方进攻方向呢 应该说是克里米安纳 首先呢在这个马基伊福卡这周围呢 还是有这个战斗 另外呢在这个马基伊马基伊福卡引南啊 这一段这个P66公路呢 似乎现在俄军已经控制不住它了 这个可能是被乌军控制的 目前这一段啊 所以这一段 大家看一下这位置 实际上离克里米安纳呢 也不是特别远了 但它在正北面还有一个小镇子 突过这个镇子就到克里米安纳了 这在这个卢干斯克北部的这种战况啊 卢干斯克北部很有意思 我看了一下这个英国和德国的媒体 对这个方向几乎都没有提及啊 最近 不过这个外媒吧 我觉得它还确实是配合这个乌军作战 就是说 关键地方 一般他们都提前不说 另外呢在顿内茨克方向 我们想这个 昨天啊 乌克兰爆出来的这个俄军 伤亡人数啊是 损失了650人 所以 证明这个区域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 那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说 这是英国媒体的一个预测啊 首先是 他们确认了就是说 俄罗斯军队确实占领了这个 巴默木特引南 库尔九米夫卡 这两个这个连着的这个镇子 是站下来 然后他们认为呢 目前这个 俄军的意图呢 他是希望向西 然后再向北 这样的余晖包抄这个 巴默木特 巴默木特呢 目前在东边和这个 这个稍微靠北这个方向的 都是有俄军啊 俄军本来是希望在正北方向进行突破 但是没有成功啊 也就是索雷达尔的方向始终就突破 在索雷达尔首先是一直有激战 所以他希望在南部呢 这个有一定成果 但是英国人的估计呢 就是说俄军的成果还是比较小啊 没有扩大这个战果 所以未来呢 还是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比较激烈的战斗 另外呢 就这个 为什么这个区域老是有所突破的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是瓦格纳集团使用用这个 他从监狱里招来的士兵啊 做这个大量的人海战术的进攻 在其他方向 在其他方向还是 主要是集中在顿涅茨克市啊周围的这个四个方向的战斗 这个 战线的控制线呢变化不大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区域呢 大家注意一下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后勤基地啊是在沙克乔尔斯克啊 就这个鼠标指这个城市里啊 这个离这个前线大概是60多公里 所以这个还是用海马斯比较远程的这种弹药打的 这个大概在这个位置 下面说一下这个扎布洛洛这个方向 扎布洛洛方向本身的战斗呢并不太多 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个 扎布洛这个方向 在帕弗利普卡这个双方控制的区域啊 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这周边的这个两个 这个他东侧的两个这个小镇子 目前还是说不好 没有这个还是 各个地图有各个地图的这个表述方式啊 大家是这样子 这个信息的来源呢 主要是一些网上公开的这个战线的控制地图 但是本身的这些地图他自身也有一个说明 就是他这个地图不一定准 就不要用按照这个地图去操作去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有些在战区的乌克兰人啊 他他们本身也用这个地图来看这个 到底哪个地方是被俄罗斯占领 哪些地方是乌克兰占领 因为他们有时候要回家呀 或者说他要去办一些事 所以他他有时候会利用这地图 这地图呢就给他一个提示 这个是不准确的 你不能按照这个去实际去操作去 这只是个大概是一度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控制线 但还是我这个标注的按这个蓝线 这个呃 城市带这么走下来的 把这个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至于这个呃 乌克兰这个地铁波罗这个核电站这个问题呢 我想目前呢 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消息 所以我们再往后再谈这些问题 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视频